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全花莲县共有104间的部落文件站 而为了了解部落文件站的需求 18号县议会民政小组来到了 封冰箱的新社 丰富 猫工以及进谱文件站 要考察了解部落文件站的业务以及需求 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召集人赖国祥副招 检之龙 原住民行政处处长陈建春 封冰箱工所建设科长 云民科科长等人 接出席考察会议 部落文件站在简报会议中 也提出了相当多的目前需求 以及需要更换的设备 及增加党与设施 厕所改善及新增的需求 希望当今能够在餐食这部分能够再增加一些经费 还有我们这里的橱柜 厨房 还有我们那个挡风 挡风板 因为下雨的时候老人家当到后半段的老人家都会灵雨这样子 第一站是来到了新社部落文件站 简报时也提到 109年屋顶防水设施做好之后 110年争取4万元的循环风扇 以及140万元的厕所整修 不过文件站人员指出 厨房是否能够新增设地点 以及环境的整理 需要工所协助 我们的设备是不是要绕路 因为我们厨房那个厨房 这个设备很好 盖子锅盖什么的都没有很好 这个是不是也请我们的那个小谷 能够帮我们设计这个 还有我们的那个周边的环境 是因为是老师的短切呢 还是这个是我们工所需要做的 整理的 是这样子 他们的建议这个是他们常常跟我讲的 需求的 丰富文件站已核定110年13万元的设备费用 冷气循环扇的装设 100万元的厕所 天花板 户外浪板的设施改善 猫工文件站则是提出了39万元预算 冰箱影印机 血压剂灭火器等 并希望能够购买平板电脑 方便志工在部落座长者的仿视时 资料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站的一楼整修 由于经费及建筑物的管理单位 需同意才能够进行防御设施的施作 在现议会 有讲到这个把共文件站的设施设备 的经费 在讨议 在讨论我们在审查这个计算 就已经通过了 所以要恭喜我们的把共文件站 你提报到上面 到宪政府 宪政府在提到圆明会 那圆明会审核之后呢 你们核定了39万的经费 已经通过了 那么今天呢 我为什么要来这边 请县政府的来这里 是因为 我希望不要做工作呢 不要拖拖拉拉 希望呢县政府能够 因为经费已经通过了 希望县政府呢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来找各位 来看看大家是比较实在的话 那当然说在今年 各位有提出了新的一些的想法 那也刚刚如我们的国小议员 所讲到的 案子通过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去执行 或者是各位 还有什么一些缺的 少的 在这个时候 不要客气 要讲 由于猫公部落聚会所 与文件站是在同一地点 而改善经费庞大 原民会一直未核定 进谱文件站 今年度则是核定了 10万元的折叠 以不锈钢架 不过文件站 也希望能够将厨房 改换地点 增加长者的使用空间 这个 你看哦 他们都没有柜子 都没有 因为地方 可以放那个老人家的东西 你看厨房 是不是从这边去讲 因为这是公所的财产 对对对 而且我们现在看了之后 你才发现到 真的是破堪 对对 你里面的马桶新的 然后外面是救了 先跌倒 然后再进去上厕所吗 对 因为上次就是有长者 因为上厕所 他就滑 然后就会不小心 然后我们就是真的很怕 上 也就是下大雨上厕所 是真的会跌倒 对 那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 考察小组 赖国祥 简志龙议员 针对文件站所提出的相关需求 一一回复 并要求县府原住民行政处 可以协助文件站 办理相关设施的改善 为部落长者打造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我们民政小组到封冰箱 各个文件站有提出需求的文件站来做一个说明 请我们花莲县政府就针对这个补助案 每一项做执行的报告 什么时候可以执行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第二点还希望有一些没有通过 可是这些都是部落非常重要的需求的这些案子 我们也希望中央圆明会能够亲自下来看一下他们真正的需求 比如我讲一个就是厨房的设施设备 还有厨房的挡风板 如果没有挡风的话 很多的灰尘会进到厨房 这是不健康的厨房 所以还有厕所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计划书我们还是会提到中央 还是会请我们中央的立法委员高金素美 办公室来协助这个部分 今天就是配合先议会到封印箱来考察文件站的基本需求 那其实看了这几年 虽然花莲已经增置到104站 那其实还有很多一些设施设备上的不足 所以在这四个考察的重点 就是会针对文件站 它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不足的部分 中央这里没有办法补助 那透过县府这边 包括工作这边 我们看看要怎么如何来协助到大家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花莲县应会明镇小组 在了解各文件站的需求之后 并制证了加菜金 文件站所需的相关设施及改善 明镇小组将列册进行后续进度的追踪 记者临结封冰箱采访报道 我们将您 бу travels of the Oxen 你这回想知道 这个伞续停连结 你一旦 你一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